最后报告主子一个大消息 年庚瑶进京了 自言 不知为什么年庚瑶突然到北京了 而且到处乱窜 现在 好像又到八爷府去了 派往年庚瑶身边的李卫 终于发挥了监控作用 年庚瑶入京以后 没有第一时间 向自己的本主黄四子印针汇报 反倒跑到黄八子印针的府邸拜望 印针自然生气 更何况 黄四子印针费尽心力 甚至用自己的举荐权力 才帮年庚瑶取来一个闪干总督的官职 年庚瑶竟然给予了如此回应 印针会有何种反应可想而知 惩罚必须惩罚 敲打必须敲打 当然 黄四子印针不会主动找到年庚瑶疯狂输出 手握权力自然有的是办法 印针随即跑到了利部 只是一句话而已 便让年庚瑶的闪干总督充满了不确定性 甚至立马掌握了年庚瑶的仕途命运 年庚瑶出任闪干总督的事还要在意 等我和上手房商量以后再定 什么叫在意 什么叫在定 等等再说 看看在定 当然不能直接推翻年庚瑶的任命 因为这是黄四子印针精心设计的交易 但又不能不让年庚瑶知道自己的厉害 明确自己的权威 那就让这次职务调整变得不再确定 这就是在意和在定 如此这般 年庚瑶自然知道了谁才是真正的主子 还能怎么办 赶紧认清角色 端正态度 主动前往四野府下跪告罪 等着印针的处罚 当然 年庚瑶毕竟是四川巡抚 乃些标准的封疆大吏 再是印针的前邸奴才 怕也不能如此对待 事情一旦传开 势必会严重影响印针的名声和形象 更壮的是 印针和年庚瑶不能针就撕破脸皮 到底是四附近最是懂得润滑关系 赶紧命高勿庸 先表明了一个态度 年大人 附近说让您起来 有什么话但是跟四爷说 为得印针原谅 年庚瑶当然不会起来 但四附近的目的却仍然实现 因为四附近为主播二人提供了一个缓冲 就算印针真就不原谅年庚瑶 两人的关系也不至于彻底闹枪 因为四附近还是一个能够争取原谅的地方 更重要的是 四附近代表印针传递给了年庚瑶一个信号 有话好好说 总能说清楚 硬是跪到了晚上 终于等到了本主 年庚瑶赶紧给出表示 奴才年庚瑶叩见主子 这不是年大人吗 几十进的经啊 公事都办完了 快起来 我怎么收得起你的头啊 别折死你四爷 并非单纯的嘲讽 黄四子应征的两句话 便将年庚瑶的错误一一道明 首先 关于进京 你既无寝室 更无汇报 再者 进京以后 你竟将公事放在了前面 主子放在了后面 甚至压根就没考虑主子 更为关键的是 你所谓的公事 还是败忘我的对手 所以四爷生气了 问题很严重 就看你是不是懂事了 领导不让进屋 你也不能硬往离闯 最起码也要找个合适的机会 下人端来洗脚水 年庚瑶知道 机会来了 赶紧抢过来 主动表现 应真早就发现是年庚瑶 偏就任凭年庚瑶伺候 等到不能不反应 主仆之间博弈 才算正式展开 应真口中的奴才 这般没有规矩的奴才 到底说的是谁 洗脚的奴才 还是贵为四川巡抚的年庚瑶 对于应真而言 压根就没有区别 一个没将年庚瑶放在眼里 竟让年庚瑶洗脚 一个没将黄色子应真放在眼里 竟将应真忽略 奴才不懂规矩 自然要承担 但这段棍子 究竟是打在奴才的身上 还是年庚瑶的身上 都是奴才 都有敲打 所以年庚瑶 绝不允许这样的事发生 赶紧帮枪 洗脚奴才的错在于我 但我的错 您是不是在考虑考虑 有没有可能是别人的错 隐晦解释了犯错的原因 总算是争取到了 应真的些许缓和 看在年大人的面子上 记下你这顿打 下去吧 啥意思 给了年庚瑶面子 一定程度上讲 这是给了年庚瑶一个 继续解释的机会 铺垫完成了 敲打实现了 接下来才是关键的对话 见过八爷了 是 奴才敢对天发誓 绝没有字外 与主子的心色 因为奴才接到的是 兵部的文术 一道经就先去了兵部 没想到十四爷 把奴才带到了八爷那去 你别管领导到底什么意思 反正领导是生气了 只要领导生气了 那就是你错了 既然错了 那就应该赶紧摆正态度 主动认错 别有那么多解释 你一定要知道 领导批评你 绝不是想要你解释犯错的原因 他就只是想要一个态度 想处罚你 你解释也没用 不想处罚你 你也不用解释 奈何 年庚瑶急着说明原因 反倒忽略了职场的基本规矩 反倒让应征更加生气 谁急便给出了反驳 我几曾说过 你不该先到八爷那儿去了 八爷 九爷 十爷 还有三爷 我们这都是骨肉兄弟 十四弟就更蒙说了 我们还是一个娘肚子里出来了 你若是替主子去拜望他们 我巴还巴不得呢 我还会怪你 我指的是你的心 瞧见没有 领导压根就不在乎你到底干了什么 只是关心你的态度 只是关心你对领导的忠诚 仅此而已 应真想让年庚瑶保持何种态度 坚定战位 不许动摇 我是你的主子 你就应该绑定于我的战船 永恒不变 当然 你对下属有要求 就要能够保证下属的利益 要不然 下属凭什么绑定在你的船上 凭什么就不能改换门庭 至于年庚瑶的利益 应真当然给予了保证 应真用自己的举荐权力 甚至力挺应提成为大将军王 方能换得年庚瑶之 闪甘总督的官职 我不但成全了你的仕途晋升 更是坚定捍卫了你的极得利益 你觉得自己能不能对得起我 当然 关于这一条 属于应真的杜传 目的就是提醒年庚瑶 谁才是真正对你好的主子 更为重要的是 光有恩赏 不足以保证下属的忠心 再有适当敲打 甚至适当威胁 方能从根本上 保证下属的态度 对于年庚瑶而言 无论哪位皇子 都能一句话 就让年庚瑶万劫不复 隐私等人 更是拥有此等威力 只是应真所言之有些人 真就是说的应字 应堂 应体等呗 如果这个有些人 说的是自己 更会让年庚瑶后背发凉 再看年庚瑶的反应 奴才再糊涂 这一点也不会忘记 奴才这棵树枝叶 无论找到哪儿 根总是在主子这里 先抢掉自己的态度 先明确自己的站位 甚至明确了 关于未来的长远承诺 然后就需要注意职场规矩 更需要注意认错该有的态度 千错万错 总是奴才做事不当 才惹到主子生气 这回奴才能接任 善干总督 就一定替主子争气 如不能接任 善干总督 奴才也一定在四川好好干 绝不辜负 主子的深恩厚义 我也不问为什么 我也不说怎么了 反正都是我的错 反正总是我做事不对 关于善干总督的职务 你让我当 我就好好表现 你不让我当 我就继续努力 反正原则只有一个 不让领导丢人 不辜负领导的深恩厚义 你这样说 你再听领导的回应 还能不能像刚才那样生气 态度彻底转变了 局势彻底反转了 领导已经原谅了自己 当然 领导毕竟是一方封疆大力 毕竟是能够帮助应征夺底的关键人物 关系不能脑僵 一顿棒子以后还必须给几颗糖 还没吃饭吧 正好我也没吃 我这就吩咐厨房把饭端上来 咱们一块吃吧 谢主子 起来吧 领导唯领导领导多想 甚至还贴心拍了拍肩膀 但我们再看领导的表现 伸手想要端起洗脚水 但随即又想到了什么 选择了放弃 原因何在 年庚瑶已然不将自己视为奴才 甚至将自己抬高到了应征的帮手位置 想要地位了 想要存在感了 想作死了 至此一个细节 年庚瑶的命运就此注定 感谢观看